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锅具安放更加的平稳 并且还采用了水电隔离设计 避免意外漏电 电池炉中央放置了一个感温探头 可以精准的探测锅内的温度 自动控制锅内的油温水温 防止糊锅或者说汤汁沸腾而出 这样也会让你的料理过程轻松不少 米家电池炉大部分操作都可以通过一枚旋钮来完成 旋钮将屏幕旋钮按钮三位合一 每的已经不像是一台电池炉了 长按旋钮两秒可以开关电池炉 直接旋转旋钮可以99档无极调节火力 点击模式可以调整喷煮模式 点击定时可以定时完成喷煮 作为一款自能电池炉 通过米家APP 我这样的厨房新手也可以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根据你的饮食习惯可以将自己喜欢的菜谱添加到常用喷煮模式 米家电池炉会自动设置好火力和时间 根据APP类置的喷煮详细教程一步一步的教你完成料理 如果做菜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家常备份 你也可以增加自定义喷煮模式 自行设置火力和时间 冬日寒风刺骨 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火锅享受快乐的时光 只需要将旋钮调整到火锅档 按下开始键 很快就可以吃到这腾腾的火锅了 如果说火锅 烹煮炒菜煲汤只是电池炉的基本功能 那么米家电池炉还有一门独门绝学 那就是低温烹煮 在锁住食物鲜热的同时 保证一样物质不被破坏 这种健康的料理方式目前正在风靡全球 例如你可以在米家APP上选择温泉蛋模式 然后点击开始 米家电池炉就会自动将水温控制在65摄氏度 慢煮50分钟 这样煮出来的蛋白像豆花一样 入口即化 蛋黄也锁定在姜牛喂牛的恰当好处 此外你还可以用它来低温烹饪三文鱼和牛排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 最后我们来说说价格 这么666的小米电池炉实际上只要299元 这个价格可谓保持了小米一贯的高性价比 非常适合当下的年轻人 同时我还建议搭配99元的制屋煮汤锅使用 这样整体风格会更搭一些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关注科技软件